春晚节目也是紧张的彩排中,2月11日,央视春晚进行了第五次连排,杨阳也现身连排现场,在网上发布的一组照片中,她穿着英伦饭而身色大衣,十分帅气,李一峰,陈伟霆纷纷内搭红衣喜庆帅气。 彩排现场,依然是有不少媒体记者蹲点等候,小鲜肉们齐聚,杨阳,李一峰,陈伟霆纷纷到场,TF Boss三小指王俊凯,易阳先喜,王源也到场,王凯,景田也到场了。 同时,三亚分会场,张碧晨,古剧姬,董立等,山东泰安分会场,钟汉良,黄晓明,严成旭,李云迪等参与。 王俊凯这颜确实好看,正脸,侧颜,发型,身条,包括后脑勺真是初恋男友标配了,满脸的胶原蛋白,看着好青春,王凯穿着比较单薄的外套,看着都有点冷,粉丝纷纷留言,希望他穿厚点注意保暖,易阳先洗身穿厚厚的羽绒服,戴着黑色口罩现身彩盘现场, 红色袜子喜庆又显眼,被风吹起的一缕头发十分可爱。 随着彩排的进行,这届春晚的嘉宾和节目也逐一曝光,根据曝光的节目内容,我们凯凯王这次将搭档张曼玉,洋洋为大家带来一首专门为春晚而做的《我的春晚我的年》,讲述从没有春晚到第一次有春晚, 再从第一次看春晚到现在看春晚的一些变化。 那英王妃合唱《岁月》,李易峰歌曲《家魔术》在《赞新时代》,王凯杨洋合唱《我的春晚我的年》, 黄晓明、钟汉良、颜承旭合唱《龙的传人》,杨子,节目未知,此前与邓伦合作的《小品辈》,《成龙无精》合唱《中国》。 男神王凯墨镜黑衣,酷毕了,巨额王凯和杨洋在春晚将合作歌曲《我的春晚我的年》,走的就是温情风,随着他们的简单,深情对唱,深厚的舞台便换出35年来人世间的变化与发展。 一张张春晚的老照片,勾起了一段段动人的回忆,诉说着小家和大家的温馨故事,这首歌作曲为金岁奖得主方辉,也是他第三次为春晚创作歌曲。 据悉,这是春晚最后一次连排,祝所有演员们彩排顺利,期待。